欢迎收看由雷科技推出的Breaking News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耍宝科技圈的是什么 iPhone X一度被寄予厚望 结果却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尤其是近万元的价格实在离谱 虽然苹果没有公布iPhone X和iPhone 8系列的具体销量 但是有大量第三方数据可以参考 最新调研显示 截止12月3日的一个月内 也就是iPhone X首发第一个月 iPhone X、iPhone 8、iPhone 8 Plus 三者合计只占苹果手机在美国市场销量的69% 其中iPhone X 30% 这样的表现是最近四年最差的 不但低于前两年同期的iPhone 7系列的73% iPhone 6S系列的71% 更是被2014年的iPhone 6系列的91%略得体无完肤 虽然国内用户对iPhone X的热情依然很高 iPhone X、iPhone 8系列在中国的表现也肯定强于美国 但对于苹果来说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就算在国内第三方渠道也已经纷纷开始对iPhone X进行降价 另有消息称苹果已经削减iPhone X订单 明年至少砍掉40% 单季出货量预计从之前的5000万部下调至3000万部 最后福利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雷克吉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字苹果销量即可获得微信红包 手快有手慢无哦 第二个月